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维多利亚宿舍集团2017年建成的维多利亚宿舍藏三期 我感觉这里是离大学最近的学生宿舍是不是 对应该是因为它就在小南门 这边也是一些右侧也是学生宿舍 这是这个 伍伯利亚舍堂三期 楼下有个楼下的 咖啡吧 我发现他们 老外真的特别喜欢喝咖啡 上午茶 午餐还有下午茶 咖啡他们都必不可少 而且到处都是咖啡店 咖啡店和酒吧感觉上 生活中特别重要 最重要的一些休闲方式 我们现在穿过这个小桥 这里这个小溪叫 博恩小溪 我听他们说 这个还可以划船 但是我看好小啊 我也觉得 可能水量多的时候可以的 现在看到的这块体育场 现在看到的这块体育场 可以日月过来 踢足球 打打各种球 我们现在应该就可以看到了他的这个标志性建筑 Big Jones是不是 对 是这个塔楼 对这个中塔是 中文名叫 Yosef 张伯伦中塔 对 为了纪念这个建校校长张伯伦 建的 还有100米高 今天是5月17号 是中国 全面解封的第一天 也是 大学生可以 正式的回归校园的第一天 我们正好来看一看大学校园里面 学生们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了 对 可能有的同学 还是没有回来 操场上也没有什么人 我感觉 路上也没有什么人 以前我每次来的时候 那都像 国内大学校园里一样 非常的热闹 其实没有什么 感觉没有什么差别 是吗 对对对 现在据我所知 这一届中国学生 好多都没有过来 对 就是在国内晚课 远程教育 我们前一段时间来的时候 其实 运动场上还有挺多人的 是吧 嗯 可能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好 可能等一会儿 我们准备从哪里走呢 其实从上面走 确实是 就直接到那里的 那我们从上面 走 从这一块 要不要走那个 这个虽然车道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车 我们靠边走一下 好 靠边走 那边 这个 那里面是吧 那里面是吧 现在我们就走到 走入那个红砖建柱了 是吧 对 走到红砖建柱的最外侧 是不是 对 这个红砖建柱群 我们就要坐 要不要向前 是说这里派上的下面呢 又来的 以前年轻时候也这样 上面是有个拳景 对 你看这边是 足球场那边有些 网球羽毛球 是不是 对 以前 我们大孩子 爸爸他们 会预约在这场地 预约这里的场地 踢足球 对 对对对 我们在这看一下 这是红砖建筑群 对 它叫做阿斯顿尾布建筑群 是伯明汉建校最早期的时候 建的一批红砖建筑 现在也成了伯明汉大学标志性建筑 是不是 对 我们这样转一圈看一下 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体育场的全景 我之前看有的同学 他们可能休息的时候 会过来 这边站着看一看 觉得应该是很放松 对 我们刚刚从小南门进来之后 现在是往东方向走 一直往东方向 现在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它是伯明汉大学的标志性建筑 它的名字叫做阿斯顿尾布建筑群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里 会不会就是大礼堂 这里有产色玻璃的 对 我们等一会儿会进去去看 那现在远看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弧形 是不是 对 然后它现在主要的是 学校的行政办公大楼 同时呢 像伯明汉大学特别有名的 拉普华兹地质博物馆 也在它的一个角落里面 那个 对 就是我们的左手边的位 那边 黑色的就应该是 哦 那边 这个地质博物馆呢 在英国非常有名 它 它藏有25万种标本 嗯 还有恐龙骨骼呀 化石矿物啊 这一些 我还说到这里呢 因为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 地质学家 李斯光 就是伯明汉大学毕业的 嗯 它现在还 还设有一个 就是李斯光奖学金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然后这个阿斯顿尾部建筑群里面呢 除了大礼堂 还有音乐学院 有法学院 嗯 刚刚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学校行政办公 行政办公系统 嗯 这样一些机构吧 等好我们进处的时候会医的指给大家看一看 好 走 我们继续走 我们现在在Terry School 右侧是阿斯顿尾部 前边是 巴博尔是不是那个艺术馆是吧 是的 就是那个博物馆 我们等会到到他的前面去给 去Sport Center 去 现在我们在伯明汉大学的体育馆 对 这个体 这是 嗯 要仔细带大家看一下 因为它是2017年新建成的一个体育馆 伯明汉大学的运动科学专业 嗯 有过很好的世界排名 嗯 这个新的体育馆呢 内部的设施是非常好的 嗯 也配备很多专业教练 它有 国民汉市中心唯一的一个五十米五高的游泳池 还有 多功能球场 攀岩设备 有健身房 很多的学生 所以客后 嗯 都会选择在这边来锻炼身体 楼下依然配备有咖啡厅 对 到处都是有咖啡厅 对 以前我们每次游玩泳 呃 如果还有 有点时间 就坐下来喝杯咖啡 或者茶 吃点东西 瞬间就把游泳消耗的能量给补回来了 对 现在我们 这是有一个标志 是南门 对 这是它的 正南门 是吧 对 我们刚进入的是小南门 这个南门外面就是 学生来租住的一些 人牌house 我们还要去外边走吧 随便你如果说你要拍那个 它都 这个大厦的 我们可以从外边走 然后去 嗯 去哪 商学院 因为我们下一站就是商学院吧 哦 那远不远要走过去 不远 这么过去就是也是 好的 那我们就往那边走 因为这样 走学院里面好像没有太多的 我们要拍的点 对 上次我们就直接走 这个也是一个 右侧 现在我们也是一个学生公寓 哦 对 现在我们能看到挺多人在骑自行车 因为博文汉建了一个自行 专用自行车车道 对对 这里也可以给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学生多半还是用自行车做交通工具 对 它到市中心 往前面 往镜头前方看到市中心实际上是一条直路 嗯 它建了一条专用的蓝色的自行车通道 非常方便 而且呢 我最近也发现 市政府也开始用了一种可以租用的那个滑板滑行车 对 电动滑行车 英方叫Scooter那个东西 也是很多学生开始使用了 我觉得很方便 这是游泳馆 游泳馆 不能冲凉也不能在那里换衣服 只能游泳不允许用其他设施 那很不方便现在 对 对 它游泳馆很宽敞很大 因为我们在英国 我去的很多其他的社区的游泳馆 都会比较小一点 对 都适合我们普通游泳 但这个它有50米可以比赛游 对 也有很多游泳客可以自己选择 对 小孩子成人的游泳客都有 它这里的唯一的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水比较凉 对 我也感觉了 因为我们去过所有其他的游泳馆 像比如说小孩子大人的 它的水温特别适合特别温和 我们下去不会觉得一下去很冷 但博明汉大学的水温是偏凉的 下去以后第一下感觉是凉的 我就感觉是不是 因为它的场馆比较大 所以它的暖气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我是这个感觉 可能是水温比较凉 水温比较凉 因为我发现很多他们有比如说打水球比赛的 嗯 他们可能就是运动量比较大 水温也有可能 是是是 让他们降低全体的温度 英国人 原来讲他们是特别喜欢室内很高温度的 喜欢在穿短袖在里面走 但是这个游泳馆我也感觉是有一点 水温特别凉 不过它的教学水平还有设施都非常的棒 想法 右侧现在是一个银行 小马银行 他们很多华人就称为小马银行 如果就是刚过来的同学 应该在这里开个银行账户 现在开银行账户 是不是都需要学生 学校给开一堂 对 推荐信是吧 对到学校开推荐信